每年农历年过后 常出现转职潮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高屏彭东分署 在屏东长治乡 举办现场征裁活动 吸引许多邻近原乡族人 前来面试 希望能找到待遇较好 与稳定的工作 没有劳保 没有劳健保 对 所以你希望找一个 比较稳定的 比较正常 对 我在陶宇 为什么想到農 陶宇 因为不想部落 想家人 对 所以想说 想到附近的工作家 对 是不是也可以 究竟照顾 也是 劳动力发展署 高屏彭东分署 主任表示 长治乡是今年第一场 举办的现场征裁活动 由国防部涉弹征裁 加上25家知名 在地企业参加 提供400个以上的工作职缺 预计今年会举办 九场乡镇式的巡回征裁 以及一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提醒原乡族人 把握机会 108年 我们总共有规划了 十场的乡镇型的征裁活动 其中也包括了一场 我们大型的旧博会 部落的原住民 朋友们 不管是要转换工作 或者是找工作 我们都很欢迎 求职主任表示 大都市工作机会多 常吸引部落青年 离乡打拼 虽然屏东地区的薪资 与就业环境 相较六都来得低 但为了待在原乡 就近照顾长辈与小孩 能就近找到稳定工作 是他们唯一的心愿 原市新闻歌手 屏东长致采访不到